眼前的这25名囚犯 每一个都是十恶不赦 罪呆万死的超级人渣 然而关押他们的监狱 却不赦一兵一组 就连一把像样的武器都没有 因为这座监狱 是建立在宇宙边缘的偏僻星球上 他们根本无处可逃 而这个男人已经30年没见过女人了 谁知就在这天 一颗火球突然从天而降 当他来到海边 结果就看到一个浑身漆黑的女人 被海水冲到了岸上 真是苍天有眼 他立马将女人带回了监狱 当囚犯们看到女人的模样 个个都兴奋地眼冒绿光 可惜他们并没有看过 异形的前两部电影 否则就会意识到 很快一场灭顶之灾 就会降临到他们每个人的头上 原来女人正是在上集中 仅凭一人就干翻了 异形女王的女主二翠 在监狱医生泰温的照料下 二翠很快就苏醒了过来 但遗憾的是 和他一同进入休眠的 士兵大壮和女孩纽特 都在飞船坠毁中不幸遇难 然而当二翠进入飞船的残骸 打算调查事故原因时 结果却让他看到了更恐怖的一幕 只见女孩纽特的休眠舱上 赫然有一处被酸性腐蚀的痕迹 而这显然正是异形的血液造成的 于是他立马在泰温的帮助下 检查了纽特的尸体 可奇怪的是 他们并没有在尸体中 发现任何被暴脸虫寄生的现象 不过为了以防万一 二翠还是说服监狱长 火化了大壮和纽特的尸体 然而不出意外 意外果然还是出现了 原来暴脸虫早已悄悄寄生 到了监狱中牛的身上 下一秒异形幼崽便破壳而出 一蹦一跳地跑往了监狱深处 没过多久 一名正在清理墙面的囚犯 就突然遭到了异形的袭击 直接被通风口的风扇搅成了渣渣 当监狱长带领几人赶到现场 结果却只发现了一块被腐蚀掉的钢板 于是他们便把这次事故 当成了一次意外 然而当二翠听说后 就突然意识到大事不妙 他立马来到逃生舱的残骸中 找到了只剩下半截身体的仿生人主教 随后经过简单的修复 他这才得知了飞船发生事故的真相 原来当时一行女王在领盒饭前 就偷偷在飞船上产下了一枚虫卵 结果就在返回地球的途中 暴脸虫袭击了他们其中一人 而且产生的腐蚀性液体意外引发了火灾 这才导致了他们被载入逃生舱弹出飞船 并最终来到了这颗关满囚犯的监狱星球 没想到很快 又有另外三人遭到了异形的袭击 而此时这只怪物已经长成了完全体 仅仅是一眨眼的功夫 两名囚犯就当场隐恨西北 只有一人侥幸逃脱 但因为男人本来就精神不大正常 所有人都坚信一定是他大脑短路 突然杀害了两名同伴 于是便将他锁在了监狱的医务室中 起料就在泰温给二翠注射药物时 那只异形突然再次现身 结果泰温不幸当场下险 紧接着异形就朝着一脸惊恐的二翠走了过来 谁知下一秒 唯一的一幕就发生了